突然有人把梯子架在车行门口 爬上去开始动工 一块白色招牌掉了下来 捡起来后用卡车全载走 老板一来傻眼 怎么大门上面光秃秃一片 老板旗下有四间车行 一间是专卖店 另外三间有卖其他品牌的机车 老板指控其中一间非专卖店 是朋友独资创立 使用不同的货源 被总经销商认为 加入其他品牌阵营 才会爆发酒粉 他说我们其他非专销店 都一定要跟他们拿车 跟固定一个人拿车 但是我觉得不合情不合理 我们其他的店 我们是自由 自由选择的 怎么可以选择我们 结果他把我封锁 总经销商也发出公文 禁止提车舱供货 老板将近半年多 卖不到车 曾跟提车舱调货 对方就因此被罚五万元 这也是委任律师质疑重点 毕竟跟非专卖店没签约 违约的问题存在吗 如果是这样的发生的话 确实是有可能 违反公民交易法 第20条 第一项 第二款跟第五款的情况 对此北区管理公司回应 已跟车行解约 因供应不及 没有余力义务供货 剩下交由律师处理 总公司则说 并没有限制管理公司供货 车行是否能争取 直接跟最上游 直接取货 避免纠纷 就看双方 有没有共识 TVBS新闻 无需节目 新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